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重创民众就医权益 为了避免医师过劳 先前卫福部承诺将在108年9月 要让受雇医师纳入劳基法 规范医师每周公时80小时 而且每次勤务连同延长公时 不得超过28小时 但是劳动部认为公时还是太长 不过卫福部坦言 如果依照劳动部所说 一次连续工作最多只能12小时 将重创民众的就医权益 那么医疗的服务的过程跟形态 跟其他的行业是不同 那么往往医师对于病人是责任制的 所以需要有更大的弹性 那么我们相信对民众的 这个就医的方便性来讲 会有一些影响 那么但是如果在影响范围 可控制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朝向禁劳基法来努力 目前为福部倾向修正医疗法 增订医师职业伤害保障 工作规则以及退休制度等 草案最快年底出炉 另外一例疫修上路后 在缺乏弹性的制度下 对于基层诊所冲击大 民众的就医权益也受到影响 劳动部强调修法是为了 落实周休二日关于加班费 公时弹性认定等将持续收集 各方的意见进一步检讨 记者会由吴家宝特报道 今年八月欧盟爆发鸡蛋污染事件 现在彰化县三个蛋鸡场 也被验出含有分普尼的毒鸡蛋 农委会表示已经进行了移动管制 并且追回总数约十七万多颗 上市的问题鸡蛋 卫生局鸡巢员到新北市的寿山淡行 依照溯源标签系统一一盘点清查 发现有大约两千两百八十台斤的鸡蛋 是来自彰化县国贺牧场 疑似含有农药分普尼 必须全数下架回收 农委会日前抽烟农场鸡蛋 发现彰化三个蛋鸡场的鸡蛋 含有农药分普尼残留 研办很可能是蛋鸡场的农民 违规使用分普尼作为杀虫剂 才造成污染 根据国内动物产品中 农药残留容许标准规定 鸡蛋不得检出分普尼 三家违规的蛋鸡场 分别是文正牧场 国贺牧场以及连城牧场 其中连城残留量为每公斤153维克 超过欧盟标准的30.6倍 而且这三家牧场全都在彰化线 对此有毒物科医师担心 分普尼被美国环保署 列为C级的致癌物 货量摄取会影响肝肾功能 如果以这次验出最高含量 每公斤153维克来计算 平均每颗蛋大约含有9维克的分普尼 60公斤成年人每天吃1.3颗鸡蛋 就超过每人每日容许摄取量 冬委会强调这三个蛋机场将进行移动管制 厂内鸡蛋全数销毁 并追回总数大约有17万多颗上市的问题鸡蛋 而为了确保国人蛋品实用安全 冬委会已经针对全国2000个蛋机场全面抽验 最快周三下午前完成 如果有不合格蛋秦场将全数下架销毁 记者赖水明蒋龙翔推广 财女作家林亦涵在住处自意身亡 后续引发的右肩风波不断延烧 被控涉案的补教名师陈国新 台南地检署贞结 因为具体犯罪试证不足或不起诉处分 女作家林亦涵指使 她与补教名师陈国新是失真恋还是性侵案 台南地检署22号表示 因具体犯罪试证不足 陈国新或不起诉处分 台南地检署就民众告发 陈某涉嫌妨碍性自主等案件 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 认为无具体犯罪试证 为不起诉处分 这件全国瞩目的案件 从林亦涵在今年四月间 寻短后引爆 南检调查指出 陈国新是在2009年 林亦涵毕业后开始交往 根据时间推判 两人首次发生性关系 是在2009年8月11日 当时林已经满16岁 因此陈国新并没有触犯刑法227条 与未满16岁女子性交罪 且当时两人已无失声关系 所以没有触犯刑法第228条 利用权势性交罪 而林亦涵家属征讯时 表明不愿提出告诉 因此林亦涵家属 依法没有在意权 南检对照林亦涵小说原稿 表示内容未见描述任何强制之情节 认为小说房思齐的初恋乐园 描述内容是否确然属实 显直斟酌 经过113天抽丝剥茧 林亦涵父母也一再表示 不愿提告 检方最后已不起诉贞结 记者温正恒台南报道 卫福部统计 高雄人罹患眼疾里面 有百分之十五是白内障 远高过全球平均值 因为南部日照天数多 再加上不少人是处于高温的工作环境 紫外线加上高温双重影响 白内障开刀的人数 高过北部一倍 铁皮大盖的小面摊 老板手里没停过 主面的高温热气也不停往上冒 41岁的年轻老板戴着深色护目镜 他说自己不是耍帅装裤 而是眼睛出现轻微白内障症状 马路边阳光墙 光现在透过不锈钢主面台 反射又加上主面高温 去年底老板的妈妈白内障开刀 让他有所警觉 戴起护目镜 延缓白内障恶化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麻油工人身上 不到五十岁就开刀换水晶体 眼科医师表示 南部日照天数长 再加上高温工作环境双重影响 白内障开刀人士高过北部一倍 这些不断释放出的这些热能 这些热效应或者是紫外线所产生的这些效应 都会造成我们的水晶体产生一个叫做氧化压力 那氧化压力一旦产生 它会造成我们水晶体 它里面的构造会破坏 不仅白内障开刀人数多 根据统计高雄眼科患者中 有百分之十五罹患白内障 眼科医生指出 高过了全球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的平均值 因此提醒南部的民众 都要养成到户外戴上墨镜的习惯 延缓眼睛老化 此外夜市烧烤摊贩 也得多加预防 记者理事安莫超全 高雄报道 感谢观看